特别好啊 今天我才知道啊 我在看我这个地球说 我们佛经理说看三千大千世界 对不对 如掌中安摩罗果 他说我现在看我居住的这个地球 我看他就属掌上安摩罗果 像我那样子的小国王 这个地球上多的是 我过去觉得我这个国王了不起 今天看这个国王有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我们中国也是的 我们昨天我们在汽车上瞎聊天还说呢 讲到北京 他们也说呢 连台湾我们台湾局势都知道 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 对不对 不是当个县长 站三为王 这个县长我是老大 这个土霸王似的 对不对 土皇帝之类 你到了北京 你个县长算什么县长 一个中国两千多个县 你算什么 对不对 两千多个县 开个人大的会议 你只 你就是 你就是五千 五六千人分之一 一个县 一个 一个代表 你一个县长 你就开 然后 满堂都是 都是跟你一样的 你说而且不是跟你一样的 初初一个来就比你大 所以不到北京 不知自己官小 你不看地球 不知道自己国家小 是不是 所以大师傅带我们出去走走也好的 不走走以为台湾很大呢 以为 我从台北开到高雄要四个小时呢 大还是小 我们中国也是的 我以为我中国很大呢 我一出国一看 地球很大的 弄个太平洋 好几个中国放到里面 都沉底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就一个太平洋就那么大 这个地球七分是水 三分才是土 我们生活在哪里 我们游泳的地方很大呢 这个 请问我们讲堂大还是小 很小的 飞机上 飞机上就看不到讲堂了 坐飞机就一万多多米 一万多公尺就看不到讲堂了 我跟你说 你说汽车 我买奔车 冰士 宝马 什么车 我坐 我 我这个更大 我坐巴士 巴士飞机上一万多公尺 看下来巴士也看不到的 巴士看不到的 对不对 飞机上看下来什么 什么什么路上跑的 一个看不到 飞机上光飞机上看下来 还不要什么 我们卫星上 卫星上看不到我们的 那更不要说 我们坐在讲堂里的人了 我们人大还是小 是不是很小 如果是讲堂是像尘埃一样 我们是尘中之尘 对不对 请问地球跟宇宙比起来 地球大还是小 整个地球都像一粒尘埃 没有 哎 菩萨阿弥陀佛 最近世界上各个角落 包括我们台湾 各位都看到这么多的天灾 人祸 甚至有很多人忧郁症乃至自杀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心 贪心 称心 所造的恶业 特别是杀身的恶业 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要有责任 不叫讲缘起法都有关系 所以希望各位最近 多吃素 不要吃荣 多念佛 以慈悲心 去做各种的修行 多放生 多施施超度 来回向整个世界 这个才是慈悲的责任 阿弥陀佛 慈悲仁爱 能成就一切慎行得业 解杀吃素 能化解世间刀兵己役 中华护生协会 慈悲的道路 与您一同前行 付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但是请问诸位 我们的心是大还是小 为什么我们要学佛 学佛是因为佛不舍弃我们 来救我们的心 佛告诉你们 什么是佛 你们的心就是佛 学佛就是为了救你的心 我们长这么大 是不是忘掉自己的心了 是不是 就是为了救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大不大 比讲堂大吧 比台湾大吧 比中国大吧 比地球大吧 比太阳系大吧 比银河系大吧 所以你看我们法师名字叫 战星 你看 战星 前面 战 什么战 心最战 这个心最战 跟心比起来 黄金 如粪土 对不对 那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佛教 是黄金如粪土 跟心比起来 黄金像不像粪土 但是我们世间上 不学佛的人颠倒不颠倒 看到黄金 命都不要了 是不是 为了点钱 哇 竟然杀自己 杀父母 众生颠倒不颠倒 请问他这么颠倒 他心没有吗 他心没有掉了吗 心有没有 有没有丢掉 心没有丢掉 只是他不觉悟 对不对 所以学佛修行 是一个觉悟的过程 是不是 是一个觉悟的过程 我们要不要觉悟 要 好 太好了 鼓掌 所以学佛 我们来拜佛 不是佛需要我们拜 是佛说 拜托 拜托 我是救你 你不是让你拜我 是我拜你 你给今天给我磕一个头 我已经给你磕了一万个头了 是不是 有的人 看了地藏间说 供养父母 蛇一得万报 供养三宝 蛇一得无量报 他高兴坏了 赶快找到我们 盐水道场 功德乡 放了一百块台币 然后赶快回去买这股票 然后赶快回去买这股票 看涨不涨 买彩票 看中不中大头彩 他结果没中 他说你佛不是不忘语吗 佛不是俗语吗 佛不是诗语吗 怎么我放了一百块台币 结果没中抢呢 不用佛来回答 传喜来回答 为什么他放了一百块 因为佛已经给他放了五两块 他才有一个善根 来给佛放个一百块 是不是的 不要以为我今天来皈依 我给佛磕头 佛不知道给你磕过多少头了 是你给佛磕的头多 还是佛给你磕的头多 佛求你 求你啊 佛求你啊 醒醒吧 醒醒吧 回头吧 回头吧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人会很苦啊 人会很苦啊 地藏经历有没有写 地藏菩萨救我们 救了多少次 能计算的过来吗 计算不过来 无量啊 地藏菩萨救我们无量啊 悬出悬入 救上来一次 又掉下去了 救上来一次 又掉下去了 地藏菩萨救我们简单吗 台湾话说 摸干单啊 不简单啊 你说地藏菩萨 简单的磕我们两个头 给我们磕两个头 就把我们救上来了吗 比磕头还难啊 要救我们啊 远远不是说 简单的磕两个头 就可以解决的 就 而且我们现在 跟佛磕头还是假的呢 假的 是不是这假的 不是真磕的 我看了很多磕头 磕下去 还在看 看 然后别人说 头要磕到地 他还舍不得磕 虽然有的头磕到地了 心有没有着地啊 心有没有着地啊 心还没有 心还是拎着的 心没有放下 表面给师父磕头 身体在磕 心里面 我给你磕头 我年纪比你大 心里还嘀咕 有的是生磕 心不磕 生磕 身心都磕 那修炼 都不容易的 那个功夫要很深的 所以关于磕头一法 文书菩萨就讲到六条 以功高我慢 心磕 有罪 你看 功高我慢 心磕还有罪 散乱心磕 有罪 讲掉两个了 六种磕头法 讲掉两个 两个都有罪 你看 后面四种猜 是有功 虔诚心 恭敬心 智慧心 五个讲掉了 最后是什么 叫能理所理 什么 信空计 这样的礼 这样的一拜 拜下去 没有一个我在拜 没有一个佛 被我在拜 能理所理 信空计 事则名为 真顶礼 你要没开出 这个智慧的 磕了一万个头 磕了半天 一个没磕到 你看 磕头很有学问的 很有学问的 所以磕头也是 一不小心 那你看我们世间人磕头 有功还是有罪 我们自己看看好了 请问 我们讲大一点 我们知道 讲 举个例子 去普陀山 请问我们中国 普陀山去过吧 去过没有 没有的 去过的人先讲 去过的人 去普陀山的人多不多 多不多 那请问 去普陀山的 那去的 那最后去过之后 有罪的人多 还是有功的人多 你说去普陀山 怎么会啊 有罪的人多呢 请问普陀山 那个上面 树栽馆多 还是荤菜馆多 观音菩萨面前 是放生的多 还是杀生的多 到那里 进香的多 还是抽烟的多 拜佛的多 还是游客多 那就知道了嘛 是有罪的人多嘛 就是对不对 去普陀山 光讲去普陀山 那还不是说去赌场 那去赌场 一万个人 九千九百九十个 九个人有罪 那去普陀山 有可能一万个人里面 有九千九百个人 有可能有罪 剩下一百个人 可能有一点功 谁会像古人那样子 朝拜观音菩萨 摘戒身心 摘戒三年才去呢 三步一拜才去呢 有多少 这很少 不要说 摘戒三年去 他有可能住到普陀山 住三天 他都不吃素 你知道去普陀山 冷船上 做什么广告吗 到纷尔 里面 我们不吃素 不吃素